乌克兰继续刷屏 其中有一个人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他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当总统之前他是名喜剧演员 被网友戏称为乌克兰沈腾 或许他不是个合格的总统 但他的确是一名优秀的喜剧演员 首先是这个左手拿着奶粉 右手数着马内的光头当外交部长 这个把将军的车咕噜卖了 给士兵们买鞋穿得憨憨 被总统选上当了国防部长 除了他俩 国家银行行长的职位 强行安排给在银行上班的前妻 查出上级贪污被开除的眼睛 却被总统欣赏 给安排了财政部长的职位 最后是国家安全局局长 这个老太婆居然是瓦夏中学的社管阿姨 原来五个人全是总统的老同学 可外界的质疑声不断 居然选出这些毫无从政经验的草包来领导国家 隔天的议员会议中 连政治两个字都不懂得五人 居然被官员们全票通过 原来所有人都等着看他们的笑话 打赌这五个草包干不了三天就得下台 晚上几人聚在一起 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梦想虽然很丰满 现实却啪啪打脸 五个部长上任的第一天就出进了阳相 先是国防部长被将军联合起来端了老挝 接着银行行长跑来要钱 外交部长哭诉说 自己分不清非洲人和亚洲人 这些乌龙全被总理看得清清楚楚 最后还好财政部长只是来叫瓦夏共进午餐 最惨的当属安全局局长了 他被手下吓了迷幻药 新闻报道他 磕咬磕嗨了 就职当天就被下台了 可这一地鸡毛都算不上挑战 因为真正的考验也才刚刚开始 接着电话